印度小康家庭的零零后嘱咐 你知道一天过得有多潇洒吗 早上六点 这位名叫和拉拉的女生 就已经准时从床上醒来 她今年22岁 现在跟家人生活在古尔冈 拉拉目前的职业是一名护士 尽管今天周末不用去上班 但她从小就需要早起干活 所以现在也同样习惯如此 洗床先收拾好床铺 接着打理一下头发 拉拉就要去厨房 给早起的儿子准备一些食物 这是她每天早上负责的事情 在重男轻里极其严重的印度 此时哪怕儿子女儿同时起床 可东西却也只能先给儿子吃 忙完这点事情 拉拉会去做瑜伽 她平时为了改善身体曲线 以及让全身部位得到放松 早上都会坚持拉伸半小时 等结束早晨瑜伽运动 拉拉还要去喂公婆准备食物 跟大多数的印度人饮食一样 拉拉家早餐也是以煎饼为主 由于她七岁就要开始做家务 所以下厨自然早就清车熟路 拉拉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就做好公婆跟老公的早餐 完事从厨房出来 拉拉会刷牙洗漱完 才去吃自己的早餐 大部分印度家庭日常生活中 女生并不能在桌子上吃东西 为此拉拉一般都选择在房间吃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限制 解决完早餐 拉拉趁今天在家休息 打算好好做一个护肤 她自从出来工作赚钱 工资除了上交一部分给公婆 剩下的全都用来买了护肤品 她现在用的也是纯手工念膜 这种高价面膜 一般都是高种性女生才用得起 主要在价格上属实比较昂贵 每次成本大概就要花费一百亩 最后冲完水 顺便洗一个澡 时间来到中午十二点 拉拉就该去准备午餐了 因为女儿年龄还比较小帮不了忙 所以无论是做饭洗碗 还是洗衣托顶 她全部都只能一个人做 至于用餐依旧是儿子先吃 在一家人填饱肚子之后 由于儿子想要去游乐场 拉拉婆婆便决定全家一起出行 虽然拉拉家不是高种性 但家庭条件在当地来说 算是中等天上的水平 平常能出去游玩的机会也比较多 中午一点三十分 全家人抵达当地规模最大的游乐场 能进这的大部分都是高种性家庭 里面各种游乐设施非常齐全 像过山车之类的应有敬影 全家人在游乐场 尽情玩了四个小时 才开始返程回家 刚回到家的拉拉 出于跟儿子约好晚上去玩 于是她只能抓紧时间做晚餐 好空出更多时间化妆打扮 值得一提的是 印度女性出门也有严格要求 不过拉拉自从在医院上班 公婆的管教也宽松了不少 这也让她有更多机会出门 哪怕晚上也偶尔可以去玩 期间她还会给儿子买好吃的 然而女儿也只能拿着给弟弟吃 毕竟男女地位差距太大 母女三人一直玩到晚上十点三十分 这就是印度00后女生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晚点 他 好